这才是最赚钱的小摊 一个人就可以去干 每天的收入基本上最低的话 都会超过1500元 高达2300元 逢年过节的情况下 每天基本上都会超过3600元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你 对借小摊生意 小摊的商机是否感兴趣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三栋雷哥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比较迷茫 不知道2023年干啥的 我觉得这个小摊生意 也是你的首选 想了解的朋友 跟随我的镜头 要不看看我给大家分享到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的 这个生意是我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朋友在干的 他干了今年呢可以说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干这个行业已经是第四年了 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啊 通过视频咱们看得出这个就是和豆腐差不多 说白了一点就是臭豆腐 提到臭豆腐这块呢相信大家都想到的就是啊 湖南的臭豆腐啊 又臭又香 而且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是不是朋友们 他这个臭豆腐呢和平时我们所见到的臭豆腐那是不一样的 是两码回事的 他这个呢就是包菜式的臭豆腐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啊 呃又麻又辣 特别口感特别好吃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这个新式的臭豆腐呢 吃过的朋友打打屏幕去告诉大家了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 他说到了他每天出摊呢 中午的时候啊 上午一般情况下是在那个啊 9点10点左右开始出摊啊 呃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是春节啊 生意都特别特别的火爆 在视频开始以后大家说过了 每天的收入基本上都会超过3600元 在平时不好的生意也可以 最低的话都会超过1500 是不成功底的 再加上现在呢 出的比较早啊 逢年过节了 回来打工的也特别多了 而且放假的学生也都特别的多 是不是会买 但是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大 特别的吸引人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这块也说到了 干这个行业成本都特别低 成本特别低 他的总的投入 差不多有3000多块钱 左右 3300元左右 啊 基本上呃 干好的话 一天即便就可以回本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臭豆腐 他也说到了 他卖的话 最低的话是卖到5块钱一份 5块钱是有6块豆腐啊 有8块钱的 还有10块钱的 8块钱的是有9块豆腐啊 9块10块啊 5块钱的成本是1块多左右啊 卖到5块钱啊 8块钱呢 他的成本是3块钱左右 卖到8块钱会装5块钱 他这好的时候会卖个300多分啊 尤其是在那个赶大吉啊 或者是什么庙会之类的啊 啊 那人让人山人海啊 可以说啊 他每天的收入会更加牛辣 3600元都会超过的 成本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吧 300多分 有时候400多分 甚至500多分都会有的 而且呢 他每天也都特别的高兴 虽然忙一点 因为比较的赚钱 再累他也不怕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新式的包菜这个豆腐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 在你们当地有没有拿 或者是你对这样的一个小商机 摆低他的一个小商机 是否感兴趣 投资特别少 一共是三年多块钱 这个生意干好的情况下 比咱们搞种植 搞养殖 要抢很多倍 不过呢 也有很多粉丝 也说到了 呃 有没有投的少的 就不来了嘛 三年多块钱 足够你 足够你 来尝试一下子 啊 但是想干净的行业 不能怕吃苦 不能怕累啊 吃苦呢 天气特别冷 啊 大家通过身后呢 都可以看得出下雪了 啊 特别冷 零下差不多有七八度 啊 不能怕吃苦 啊 呃 反正总之吧 就得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呃 最赚钱的一个小摊吧 啊 每天收入 机品上会超过 1500啊 高达3600元 都会有的 这么想到朋友 你对这样的小摊 是否感兴趣呢 小本 创业 特别适合咱们农民朋友 去去干嘛 我觉得 今天这期视频 啊 如果评不上 那朋友 比较迷茫 啊 你在2023年 可以作为一个 首算的一个 首创业的一个项目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 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给我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 农业方便知识呢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一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